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泽东这个恶魔在世的时候 中共那种状态 就是他自己的话是无法无天 那么所有国家所依据施政的这些没有法律 依据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然后依据最高指示 然后发一个什么毛泽东所说的社论 然后一杆到底 也就是从中央立即执行到全国 这就是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 就一个人说话一句顶一万句 一个整个国家都围绕着权力的核心在运转 这是一种非常恐惧的统治方式 可以说是杀人无数 毛泽东统治期间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 中国死了多少人 这个网上或者说周围眼看世界的人 应该都有个内心都有一个数据 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 共产党从邓小群开始的 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 那么在这几十年期间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变好 人民的生活状态整体上也在变好 但是改革开放并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 并没有把中国人所面临的这种 残暴统治的恐惧 这种根源给除掉 而是完完全全的保留下来 甚至是在现在来说 在高科技的扶持之下 中共的独裁统治方式又更加强化 只不过是在前十年 甚至前二十年期间 中共刻意地隐藏了他们 这种统治的本相 这种本相其实就是残暴的统治 就是暴力统治 那么现在到习近平 所谓的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完全抛掉了 法治的外衣 抛掉了这种之前叫做什么 开明专制的那种方式 那么现在又逐渐地把 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给显示出来 那么这十年发展到今天 中国已经变成了 几乎是完全靠暴力统治的 一个时代 无法无天 法律尤其是刑事输送法 保护人权的这些法律法 几乎完全成了废纸 那么现在整个国家的生存状态 人权已经完全看不到眼 所以说能看到的到处都是贪官 来肆无忌惮地残害百姓 尤其是残害这些人权捍卫者 这些不愿意屈服的人 有信仰的群体 再包括就是上来我们 叫为人权做工作的这些人权律师 或者说我们还可以拿朝鲜来 作为一个参照 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四十年前 毛泽东统治时代的那种一样 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共的独裁统治 又在大跨步的朝鲜那个方向回去 这是一件很让人对爱的事情 陈老师您刚才有谈到 中国的法治这十年在逐渐的倒退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十年当中有一些口袋罪 比如说巡讯滋事 那么它成了中共迫害民众的一种借口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这个并不是新的现象 或者新的表现形式 中共在没有刑法 刑事实行法之前 那就是随意可以扣这个反革命的罪名 这就是只要中共任何大小头目 想镇压的人都可以随时扣一个反革命的罪名 后来有了这个法律之后 那就是在最初有刑法的时候还是反革命 后来变成危害国家安全 至于其他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寻衅知识 寻衅知识好像是从流氓罪被分解出来的 那么之前流氓罪投机倒把 现在改成了这个 有其中一个叫非法经营 其中一个就是寻衅知识 所以我简述这样一个过程 我要说明的是 中共的暴力镇压是本相 是本质 这个从来就没有改变 只不过他们想随着时代的不同 他们强加给的罪名不同而已 所以这种口袋罪 只要是他们想镇压的人 随手就可以扣一个罪名 这种方式从来就没有改变 所以我相信在共产党倒台之前 这种方式从不会改变 因为这就是他们 他们不是一个人民的政权 他们是一个暴力统治的政权 是一个土匪占三为王的政权 那么他们所给这种罪名 其实就是实施的是一种镇压 所以这一个专制的国家是没有审判的 只有镇压 只不过中共所给我们看到的 他们镇压的方式是随手就给一个寻衅知识 以前叫流氓罪 反革命罪 现在叫危害国家安全罪 尽此而已 您作为建山江事件的亲历者 那么十年之后 您今天想跟中国民众想说点什么吗 或者您想让他们明白什么吗 谢谢 这样吧 就是在中国我们曾经为中国的法治很认真的奋斗 不惜冒着个人的风险 但是走到终点的时候 会发现在中共统治之下的法治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想就是像我们当年那样一腔热血 想着依据现行的法律来通过个案推动 来寻找公平正义推进社会的文明化 民主化法治化 这个目标一定一定会失败 因为我们的这些目标 它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是人民的觉醒 然后再进一步就是共产党权力的危机 那共产党绝不会容忍我们人权律师 人权捍卫者 还有信仰群体 推动社会进步走这条路 共产党一定不会容忍 那么走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就是暴力镇压 暴力镇压 我们所能看到的经由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案例 直到现在 国内受迫害的律师 几乎每天还都在发生 这种恶性的事件 所以我要表达一个结论 中国人如果想得到民族自由 法治 想保障自己的人权 想让自己的子女不做碗类 不做韭菜 不做炮灰 不做人矿 只有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虽然这样说可能目标太大 或者说困难太大 危险太大 但这就是一个真相 只要共产党存在 只要共产党继续统治中国 中国人永远不可能获得民主 自由 人权 只能是在共产党的这种独裁统治之下 所以我们如果不能离开那个国家 如果还要住在那里 又想获得民主自由 保障自己的人权 得到做人的尊严 唯有一条路 唯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共产党倒台 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些 现代文明的结果 好 我就说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